亲爱的朋友 无论你正沐浴着金色的阳光 目睹雨后彩虹 还是正在穿越风雨 我都邀请你来参加真爱挑战四十天 你的人生会变得不一样 学习真爱 邀你同行 第十六天 爱是为他祷告 你无法改变你的伴侣 无论你多么渴望想要改变他 都不可能扮演上帝的角色 将他的心铸造成你想要的样子 但这是绝大多数夫妻 花大量时间去做的事 改变自己的伴侣 所谓的鱼丸 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地做同一件事 却期望获得不同的结果 当你试图改变你的伴侣 不也是如此吗 这是最让人感觉挫败的事 到某个阶段 你不得不承认 这是你无法做到的事 但有些却是你可以做到的 你可以成为一个睿智的农夫 农夫无法强迫种子成长为果实累累的作物 他不能争辩 不能拔苗助长 也不能要求它结果 但他可以把种子拨到肥沃的土壤里 为它浇水 施肥 除草 然后将其余的事交给上帝 数个世纪以来 许许多多的农民 就是以此为生 他们知道 并不是每颗种子都会发芽 但如果有适宜的土壤和照料 绝大多数种子都会生长 没人能保证 你现在读的这本书的内容 会改变你的伴侣 这也不是本书的意愿 本书是要让你放胆去爱 如果你认真对待真爱的挑战 你本人极有可能发生内心的蜕变 如果你实践每一个挑战 你的伴侣将受到你的影响 你的婚姻也将在你面前重新绽放 这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也可能要几年 无论你面对怎样的土壤 你都在为成功而播种 你将铲除婚姻中的杂草 你将滋润你伴侣内心的土壤 然后把结果交由上帝去决定 当然你无法独自完成这件事 你需要一个东西 比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要来得更强而有力 那就是得力的祷告 祷告真的是有效果的 这是一个无限伟大的上帝 所创造的树林现象 而它会产生令人惊讶的结果 你是否想要放弃自己的婚姻 耶稣说要常常祷告而不要灰心 你是否压力重重 万分担忧 祷告将平息你内心的风暴 你是否想获得重大突破 祷告将给你带来变化 上帝是至高至尊的 他独行其事 他不是神灯里的精灵 会实现你的每个愿望 但他确实爱我们 期望与你有亲密无间的关系 没有祷告 这就无法实现 要让祷告被上帝所垂听 就必须具备几个关键要素 其中最重要的是谦卑的心 圣经说 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 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上帝给你敏锐的洞察力 去发现你伴侣掩藏的缺点 你真以为那是为了无休止的唠叨吗 不 那是为了让你为你的伴侣祷告 没人比你更懂得该如何为你的伴侣祷告了 你的责骂与唠叨有用吗 答案是没有 因为这不是改变人心的方式 现在该是通过祷告 向上帝倾图心意的时候了 不久做丈夫的就会发现 上帝比他更能改善自己的妻子 做妻子的呢 也会发现 充满智慧和策略的祷告 比他自己千方百计的说服更有效果 同时你们会发现 祷告是一种更快乐的生活方式 所以将你的抱怨转为祷告吧 你只要保持手节心轻 静静地观看上帝怎样工作就行了 如果你的伴侣和上帝还没有生命的关系 这就表明你更应该努力地祷告 最重要的是 要为你伴侣最需要的东西祷告 为他的心祷告 为他的态度祷告 为你的伴侣在上帝面前的责任祷告 祷告真理会取代谎言 祷告用宽恕来取代苦毒 祷告你的婚姻会实现真正的突破 然后再为你的愿望祷告 祷告爱与尊重将成为你的行为准则 祷告浪漫与亲密 将进入更深更广的境界 你能为伴侣做的最有爱心的事情之一 就是为他祷告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今日经文 亲爱的兄弟呀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每日挑战 从今天起 每天为你的伴侣祷告 祷告上帝改变他生活中 以及你们婚姻中特定的三个地方 完成今天的挑战之后 对照以下问题 你过去曾体验过祷告的任何力量吗 你选择什么事情来祷告呢 祷告对你来说 是很容易 还是很陌生 祷告对你来说 祷告对你来说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